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上有粉丝专页 欢迎大家订阅 台湾的公益信托产业 可以说弊端重重 这个事情最近我们有台湾的独立记者 姚慧珍女士花了六年时间 做了详细的调查 发表了一份非常详细的 对于台湾公益信托产业的调查报告 我们特意请了姚慧珍女士 来上我们的节目 谈谈她长期调查 台湾财团公益信托弊端的 一些最新的发现 姚慧珍你好 王老大哥好 石板老师好 石板先生好 你最近发表的深度报告 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个报告你花了六年时间做的 揭露了台湾财团公益信托的 假公益增避税的这样一个骗局 你说台湾信托法实际上 1996年通过以后实行 现在有将近260家的公益信托 获得成立资产规模在 1200亿左右 那你其中前五大财团拥有的 十大公益信托 占了80%的资产规模 将近1000亿 那你的调查主要集中在 前十大公益信托的情况 做了大量的工作 前后花了六年时间 那先简单讲一下你的调查的结论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其实应该是说 我总共从一开始的 公益信托调查报导 是从这一个报导开始 这是2016年 后来我发现 王雪红讲公益增投资的情况 可能只是我们整个 公益信托的冰山一角 后来因为我们的公益信托 完全没有法规 没有要求 他一定要在网络上揭露 每一年的一个财报资料 后来我就跟立法委员 王荣章委员合作 让他在2017年召开了一个公听会 要求至少国内的所有公益信托 必须在网络上揭露 揭露至少三年 后来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揭露之后 我在2018年 又做了一次调查报导 是有关于 就是宏泰集团 林玉玲公益信托 那因为后来 林玉玲公益信托出来之后 其实也是引起很大的回响 但最终几乎所有的会计师 都跟我讲一件事情说 你这样打下去 其实有钱人 他就会不想成立公益信托 那这样子 大家做的公益就越来越少了 好 那就回到一个原点 到底这些财团 成立的公益信托 做了多少公益 省了多少税 公益做去哪里 事实上政府完全没有相关资料 也没有在网络上揭露 那我为了要去查出这个所有的一个答案 我就透过立法委员高嘉瑜女士 帮我去调的所有财 就是目前为止所有公益信托 五大财团十大公益信托的 每一年成立以来的所有财报 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 去做一个分析整理 后来又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它做成互动式的网站 所以现在大家只要在网站 你只要Google SEYGAI.TW 然后你就会看出我的网站 完全是一个互动式的报道 那汪浩大哥刚刚有特别 就是说我们简单一下说 我的到底调查的出来结果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哪五大财团 其实就是台塑集团 宏泰集团 宏达电集团 汉民集团 跟奇美集团 这五大财团所成立的公益信托 市值规模是高达996.8亿元 应该将近1000亿元 其中 于99%的信托资产 全部都是股票 全部都是股票 那你就会发 而且是有的是上市公司股票 有的是未上市公司股票 那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啊 那为什么他们都要弄股票呢 你如果要做善事 不是要用现金吗 这待会再来跟大家分析 再来我们去问财政部说 那你可不可以提供相关的 这五大财团十大公益信托 到底省了多少税 他们说这牵涉到个资啊 什么什么不提供 不过他告诉我说 其实你只要用20%来估算 至少省税金额至少是20% 所以呢换句话说 他们成立的公益信托 省税的金额大概 就至少是200亿元左右 那省了200亿的税做了多少公益呢 答案揭晓 从头到尾竟然只做了58.6亿 你听起来58.6亿很多 这是大概20年来累计58.6亿 而且是 20年来累计的 对对对 十大信托 对 20年来累计的公益的开支 对对 58亿 而且呢 这非常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里面的58亿呢 竟然还有一半捐款 是捐给自己财团法人基金会 比如说台作集团的 公益信托王长根基金 他大概有八成多的捐款 是回到他自己二房跟三房 小孩子成立的财团法人基金会 那这个你就会觉得说 那你不是要做公益吗 为什么是变成爸爸的公益信托 捐给小孩的公益信托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这所有的一切 我们信托法完全都没有任何规范 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查到 就是说 这样子 你说58.6亿 那我们这样来换算吗 到底有多少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报税季节 一般人你只要是纳税 就是纳税人 最低最低 你要纳税的门槛就是5% 那你如果用58.6亿 你用年均来算 再用他的信托资产 除以他的总信托资产 换算下来 他们竟然平均一年的慈善支出比 只有0.65% 相当于 他有一万元的资产 他其实只做65元的一个慈善 那我们如果一般纳税人 现在看电视所有的纳税人 你们至少 缴5% 像可能比较多的 有的12% 有的20% 结果他们省了200亿的税 然后累计出来 竟然慈善平均支出只有0.65% 这到底公不公平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悬殊的 一个不公平状况 所以等于是说 省了200亿税 花了56亿的慈善 挣了144亿的钱 经过20年 对 而且不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它的企举信托资产是股票 结果你知道吗 它整个公益信托像聚宝盆一样 因为比如说 以公益信托王长根基金 它信托是台数南亚台化的 三家公司的股票 每年配息配股 结果这十大公益信托 在过去二十年来 它光现金鼓励 近来一百八十几亿 所以换句话说 它信托资产一千亿 省税两百亿 现金鼓励近来一百八十几亿 完全免税 完全一毛钱都不用扣税 但是它慈善支出只有五十八亿多 其中一半还捐给自己人 那这样子公不公平 最夸张一件事情是 当我在完成这个调查报导的时候 我就是把几个五大财团 都去问他们 你们针对几个三四个问题 你们有什么回应 三个财团完全不理我 因为他就心里想说 你从2016年写到现在 而且王雪红的这个报导出来之后 我录为了两个新闻奖 他就是还告我 然后就告我之后 但是我都一直胜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显见 他们会认为说 你从2016年到现在 什么法都没修 人民其实不在乎 最重要是立法委员 可能也不方便推动 所以这就是后来 我就决定要再投入这个调查报导 那你其实从这里 就可以看到绿色是什么 绿色就是进来的现金鼓励 这个就是慈善支出比 所以你换句话说 每一年几乎都是 现金鼓励进来的比他的慈善支出还要多 那这公平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特别要强调的是 因为在2016年我报导之后 2017、2018陆续报导 到2019、2020左右 监察院已经介入调查 但监察院 这个是监察院的数据 成立公益信托到底省了多少岁 他当时是以公益信托领域零基金为例 当时他们的领域零基金 在2019、2020年 他的信托资产是302亿左右 结果根据监察院 向财政部所调的资料 光是税就省了71亿 而在他们公布那一年 他累计做的慈善支出 只有8.5亿 而且8.5亿里面 我记得没错的话 大概又有四成是捐给自己的 财团法人基金会 所以这就是变成是说 我们的现在现行的大多数 财团都把它变成是 一个避税的工具 但真正的公益性荡然无存 但是你说他们很坏吗 那问题是你法律 法律就是没有去规范 完全我们的现行的信托法 对公益信托的规范 只有一样 就是不能连续三年不做公益 所以在我的这一套 王雪宏假公益征投资的时候 其实很有趣 为什么会去投入公益信托 这个调查报道 因为我长期跑台塑集团 我在写台塑集团的一个 交办布局的一个书的时候 写到他的一个 透过很多公益信托 来放他的股票 那因为以前 创办人还在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做公益 就是而且是做不特定的 就是那种什么慈善弱势团体 结果后来我就在看 台湾银行相关资料的时候 我现在发现 有一个叫 公益信托阻碍社福基金 我看名字 我就大概是王雪宏的 他的信托资产 大概60亿多 他从2009年成立到2014年 就是我报道是2016年 但他资料揭入到2014年 他竟然成立6年来 他只捐了80万的公益 其中50万还捐给 他们的财团法人 威胜基金会 那你知道 台湾银行是受托银行 你光一年跟这个公益信托 拿所谓的银行的手续费 管理费 一年就50万 所以他6年等于花了300万的托管费 结果他只做 30万的公益 对捐80万 真正给不特定是30万 所以我那一次的调查报导里面 就写了一个万分之1.2的阻碍 就是说事实上 你根本成立公益信托 那你做很少公益 除此之外 为什么叫假公益真投资 因为他在2016年的时候 一年之内捧了90亿元 透过他的下面的子公司 然后去吃一下TPBS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你6年来 真正做公益只有30万 但你可以在一年之内 花90亿元去做TPBS 但你要知道 根据目前的现实 到今天为止 完全语法有据 不是说语法有据 而是说没有规范 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因为我们法律根本没有规范 所以这就是一个 形成很大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我们 所以我问一句 所以TPBS现在的股东 TPBS的主要股东 最终股东 是这家信托公司 慈善信托公司 王老大哥问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后来也是 透过相关的一个资料分析之后 我们才惊觉说 原来他现在整个的非常有趣 因为他告我了 结果他竟然在告我的诉讼状里面 完整的去揭露 每一个公益心托 后面的股东是谁 因为这些都是 卫尚市贵投资公司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诉讼状里面 告我 其实我是怎么查都查不到 这份资料 后来因为他告我了 我就有完整资料之后 我就把它这样子 列出来 你知道我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TVBS TVBS的主要的投资公司 是四家公司 一家叫利茂投资 持有29% 一家到德恩投资 持有18% 另外一家公司是持有18% 也是联系投资 这个也是他们自己集团的 另外一个叫富士宇投资 富士宇投资是他们的姻亲 就是比较远房亲戚的 就间接亲戚的 这个越南王丁广宏家族的 换句话说 大概有65%都是由王雪红 他们相关人持有 当时大家只知道 他是幕后大股东 但不知道是怎么样持股方式 结果他的诉讼状 竟然告诉我们 原来利茂投资 后面100%是利威投资 然后呢 德恩投资100%是全德投资 联系投资100% 应该是后面的投资 主要是威廉投资 这些全部都是王雪红 他们原本自己 大概十几年前 王雪红持有这三家 投资公司持股 大概都超过四成左右 结果 竟然诉讼上揭露 刚刚提到这三家投资公司 他背后的股东 已经变成是 全部是由三个公益信托 跟四个财团法人基金会 持有100% 换句话说 这些投资公司的背后的股东 竟然全部都是公益信托 跟财团法人基金会 那我们就要问到一个问题 你现在是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七个 就是三个公益信托 加四个财团法人基金会 加起来的市值规模 超过600亿 那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不是说 用20%来算 他光成立这些公益信托 财团法人基金会 省的税额大概就高达120亿 那我们不禁要问 你既然是做公益的单位 你为什么要去持有 这些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再成立转投资公司 转投资公司之后 再去买下TPBS 你到底用意何在 难道你是企图建立一个 公益的帝国 事实上其实是在 透过承从控股的方式 来去控制TPBS 来取得媒体的一个舆论权吗 而且第二个 是谁去做决定 你这个公益信托 不去做公益 这个钱不拿去做公益 而要去买TPBS 这不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吗 但还是要回到那一句话 目前为止 这相关的信托法规 完全没有说它不行 然后除了它之外 后来连现在我们的中家 就是公益信托领域 林晶晶 也跳下去买了中家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 有财团 他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漏洞 那这个就是 这边就提到 就是你看到 这个就是国内的五大财团 成立的十大公益信托 有没有发现 光王家 第一代王家跟王小红 第二代的 就高达了七个 所以浅见它就是一个 结财 结税有道的一个理财工具 那到底有没有做公益 其实就有一点 让自己随自己随喜吧 就因为法规没有规范 那这个部分就是 王雪红刚提到的 他用他的657个 657亿元的一个 公益帝国的布局 然后总共有三个 公益信托跟四个 财团法人基金会 简单讲 这个所谓的公益信托 跟财团法人基金会 已经变成是 王雪红的一个控股中心了 台湾这些财团的 公益信托跟一般的 慈善基金会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他们要搞 就是王家特别要搞公益信托 但是台湾有钱人很多 为什么其他有钱人 都不搞公益信托 一般人都是搞一个慈善基金会 台湾慈善基金会也很多 比方说圣元法师 正元法师 或者很多慈善基金会 他们买疫苗 什么都用慈善基金会 他们这种慈善基金会 跟王雪红 他们这些公益信托 有什么差别 应该简单来讲 就是它区分两个 公益信托算是一个 信托法下一个成立的单位 财团法人基金会 它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明法 然后所设立的财团法人的 一个慈善 做慈善的一个单位 现行法规里面 针对财团法人基金会 规范相当严格 比如说今天 姚慧珍成立了一个财团法人 想要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 根据各个不同的事业主管 比如我想要做一个教育的 姚慧珍教育财团法人基金会 教育部规定至少要三千万 所以如果你资产没有三千万 你当然就不能去成立 公益信托没有这样的规定 第二个 财团法人基金会 目前为止因为它要有一个董事会 你的每一笔支出 你要经过董事会 你要有一个会计师签合什么的 但是财团法人基金会 它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是15个 董事会有15席 你自家人 比如说姓姚的 我们自家人要出席董事会的 只能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一是 法律会计专业人才 另外在三分之一是 有点类似社会公益人士 所以它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成立者不可以过度去干涉 基金会的一个运作 因为这样你才能真正落实一个公益状况 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大概201819年才修法 它有规范 你资本额 就是应该资产超过一亿元以上的财团法人基金会 它认定是一个比较大规模财团法人基金会 你所有的收入 当年度的收入 你至少要做出最多八成 最少六成 去做你一个财团法人设立目的相关的 比如说我是做教育的 我如果我的信托资产是股票 我每年会支息 那支息个一千万 我至少就要做六百万到八百万 去做这个所谓的一个慈善目的相关的 公益信托完全没有规范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因为财团法人越管越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资金就会流到公益信托 因为就发现公益信托实在太好了 完全没有规范 不用规范你 就是一年要做多少慈善 不用规范你说里面 甚至公益信托是没有董事会的 公益信托你这样上网去找公益信托 王长根基金地址 找不到地址 因为它只存在银行里面 所以它就变成 那你就讲说 那到底到底是谁去决定 公益信托支出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就问他说 那到底公益信托支出是谁决定 法务部跟我说 根据信托法 它要怎么运用 其实是受托银行 可以有一个审博权 那他们可以公益信托 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但是你可以成立 可以不成立 那你咨询委员会 有个建议权 然后送到受托银行 受托银行可以去决定 你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但事实上 在开公听会的时候 受托银行的人 台湾银行就出来讲说 他是我客户 他是我客户 我客户拿他的钱 要去做什么 我要跟他说行不行吗 不可能 所以他就会变成 形成一个非常荒谬的状况 就是他根本就是一个 三不管地带 我们这也许从弊端一 这边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公益信托设置上 比如说以林玉玲 公益信托来讲 设立人是 宏泰集团的创办人林玉玲 然后他是选择在 国泰世华银行 来设立的 那成立的这个 公益信托林玉玲基金 信托资产大概300亿元 那因为他后来 两年成立之后 两三年他就辞世 所以他光移证税 相关的税 省了大概70亿 刚监察院那边有揭露 然后根据他们原本信托法的 他应该要有一个 内部的监控 包括你的信托监察人 就是有点要签财报的 结果他们的信托监察人 是他们自己集团的 法律顾问 林淑 再来 你应该要有一个 咨询委员会建议的 结果林玉玲公益信托的 咨询委员会是他儿子 林宏南 再来 应该外部有个监控机制 也就是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是教育部 对 那教育部说 我们只有两个专员 但我们管了一百多个 公益信托 所以你就知道 内部机制跟外部机制 完全都是呈现一个 失灵的状态 甚至我听过 王荣璋委员 他在2017年 在执行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当着所有的 部会的人 就说 到底 公益信托 或是说信托法的 主管机关是谁 大家看来看去 教育部看经管会 经管会看法务部 大家不知道 后来王荣璋说 是你法务部 你不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 一个公益信托的成立 完全没有 就是说 国外是讲 我们举国外 他三之时好了 像以英国来讲 它是有一个独立机关 所有公益信托 要成立 都要经过这个 独立机关的审议 然后像以日本来讲 日本他们是 你公益信托 能不能省税 是不一定的 你有没有做慈善 才能决定 你有没有省税 可是我们台湾市 我只要 框一个三百亿 在那里 但事实上 我根本那个钱 都还没有出去 做公益 我就已经省了这个税 所以现在种种的问题 揭露出来之后 然后 他们就说 要修法 要修法 但到目前为止 从我2018年 写到现在 已经用四年过去了 所以 你就会发现 蓝绿政治人物 对于这个议题 原则上是不碰的 那不碰的最重要原因 还是因为 财团其实有 非常多的资金 这样说好了 你用一千亿 我如果要求目前 明定年度慈善支出比 必须是你总信托资产的五% 那是不是等于一年 逼他至少要做 五十亿的慈善 就有一个大老板 应该是说 跟真正财团比 他是 最后是大老板 但是不是财团 那一种千亿规模的大老板 他就跟我说 他在2019年跟我讲这句话 他说 我跟你说 还给你十年 你也不计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会不过 他说 你明定5% 你要这些财团 一年花 五十亿做公益 我跟你说 他只要四年 选一次立委的时候 拿五亿 每个立法委员 我赞助你五百万 台湾一百多个立法委员 五亿多 谁敢通过这个案子 而且我后来更发现 因为我有去粘访 那个黄国昌委员 签委员 他跟我说 因为他们后来 有把这个草案送到冲出去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 排上立法院的议程 黄国昌委员甚至就说 政治最可怕的 不是蓝绿 针对一个议题 打得你死我活 或者是骂得你死我活 而是大家共同对一个议题 不出声 所以公益信托也许就是这样 那这个大家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实战支出比 齐美是所有 其实这次比较要称赞齐美 因为过去这么多 齐美的这个公益信托 从2004、2005年成立 它的信托资产是八亿多 有一部分是 他们齐美自己的股票 所以每年有现金配股 进来大概两千多万 它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去维持 齐美博物馆 台南那个 齐美博物馆的运作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它是真的有在做 因为它只要前进来 它就维持运作 前进来维持运作 所以它经过这个 快二十年来 它的整个信托资产 还是维持在 八九亿八九亿 因为它前进来 有出去做事 就没有太大的变 那它是做 大概年度慈善支出比 只有两%多 已经算是所有人最好 那我们一般人 缴税是5% 最少5% 结果这财团 所有平均 才只有0.65% 那最低的就是 宏达电集团 次低的就是汉民集团 所以你就知道 到底谁是真心做公益 谁不是真心做公益 其实还看得还蛮清楚的 我们让石板先生 做一些评论 就你看到现在 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我个人的印象 就是说像这些财阀 我并不认为 他们本身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就是趋利避害 是人的长项 如果我有很多财产 我也想尽量怎么避税 如果说有一个 合法避税的方法的话 那我也想怎么去运用 所以说我觉得 不是他们出了问题 而是台湾社会出了问题 台湾负责监督的立法院 就是一个是法律 对他们的约束 一个是媒体对他们监督 都没有很好的发挥到作用 所以说造成 这么一个巨大的漏洞 然后就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像日本的话 日本当然说 这个太阳底下 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事情 日本过去也是一样 日本就是说明治维新以后 也有各个财阀 其实是他们想 用各种办法 跟政府结合在一起 做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让自我膨胀的事情 让社会失去公平正义的事情 就是财阀他们可以不交税 但是这个穷人 还收拾税交的很多 但是说后来就是说 日本经过二战 经过财阀的解体 然后经过各种各样的 法律的修正 把这些漏洞 基本上算是堵住了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了 但是台湾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刚才这个 姚慧珍也讲了 就是首先立法院 这政治现金 还有媒体的 这各种标案 各种 很多我在台湾很奇怪 就是很多的很大的 这个财团的人 他出门是带着媒体 他们养着媒体的人 这种现象在日本 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说包括 刚才就是一个财阀 他买了一个媒体 然后这个媒体 是替他发声的 他自己的 不敢说自己的坏话 这种就是对这种媒体 当然台湾媒体很多了 如果说大家互相的 也有一个监视 互相监视的作用 但是说毕竟有的时候 对媒体的这个中立性的 要求并不是很高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政治上的 我觉得就刚才讲的 这个其实是很好 只要法律修改 你不做公益就交税嘛 对 就把这个法律 稍微改一点点就OK了 但是这个法律 就是动不了嘛 媒体也不出声 然后就是说立法院也不做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 而且呢 就是台湾的关于法治 你即使打到官司 你要是认为台湾的法治 在民主国家里面 台湾的对司法的信任 是基本上是非常低的嘛 所以说真的打官司 我觉得你是赢了 虽然是赢了 但是说如果输了的话 在台湾也不奇怪 就是因为法院 他们某种意义上 如果真惹急 他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去影响法院的判决嘛 我觉得这是台湾的 李东辉推动的 五血革命的民主 台湾民主的过程之中 有很多该改的地方 没有改掉啊 其实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个东西 第一个是 其实我要特别 谢谢汪浩大哥 你知道吗 我做的这个东西 从2016年做到现在 这是第一个节目 让我一小时时间去谈这个议题 就是说 它是很重要的议题 但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不愿意去看哪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我这道电话报导 花了两年时间 是有那种 非常热血的年轻人 他就觉得 这个议题很重要 所以他就跳下来 我们其实就几个人 然后我们就几个人 就这样坐坐坐坐坐 我们本来想说 大概一年做得出来 就没想到 竟然做了两年 然后呢 因为他们真的花了太多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证识 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 我耽误你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说 那我自己来出钱 就是请你们帮我做 结果后来 因为刚好另外一个朋友 知道就说 有那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 他们有在补助 他们从去年开始 有补助一个 调查报导的计划 所以后来我就去申请 后来我就成功地申请到 这个卓越新闻奖的 一个补助调查计划 我们就会跟卓越新闻奖老师 去报告什么内容 然后卓越新闻奖老师 也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然后会告诉我们 你们怎么做 怎么做 然后后来有越来越多人 比如说像我们有拍了一个 连署的宣传短片 然后那个宣传短片的 那个是朋友介绍的 就因为他其实我们资金 非常有限 他直接完全没有问你多少钱 他就帮你做 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我们只有多少钱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就算做公益 所以从2016年到现在 已经六年 现在才会有一个节目 尤其是像汪豪大哥 这样的一个节目 为了让我们有一小时 时间好好去阐述 但事实上你会觉得 这就是媒体被财团 控制可怕的地方 当我在入围卓越新闻奖 2016年入围两个奖项的时候 王雪红女士 透过他们下面的人 去官说这两个新闻奖基金会 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所有的评审都知道 而且后来这些事情也是因为 陆续出来之后 我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我会不理解的是说 台湾的民主开放到这个地步 我们竟然还要被财团给控制 控制说他们可以这样做 甚至你已经报道了 但是我就告你 那时候我得了2016年的 吴顺文新闻奖第三十届 那吴顺文新闻奖 这个奖项是由 闫凯泰女士的妈妈 就是吴顺文女士成立的 第三十届 闫凯泰先生自己没有到现场 他妈妈办的新闻奖 三十年 怎么可能闫凯泰自己没有到现场 后来当下就有人跟我说 姚慧哲你要得奖了 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第一 那个TVBS的主播 庄开文女士 向来是吴顺文新闻奖的一个主持人 今天竟然不是她 第二 TVBS向来是得奖的团队 所以他们至少会有 每次都十几个人带头来这边 等着 就是因为他们会得奖 今年竟然一个都没有 就后来果然 就是我得奖了 然后TVBS是全员缺席抗议的 后来整件事情我才发现说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会因为抵制我 而且我报道是四月出来 你要告我也是四月告 五月告六月告 他是等到十月 我已经入围了两个新闻奖 他才告 然后呢 那告也没关系 反正就司法诉讼嘛 但他的种种举措 让我非常的深刻感受到 这个世界 尤其说台湾 好像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钱人在做主的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让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才会从2017年开始 一路走到现在 对对对 台湾既然已经有这么多慈善基金会了 为什么当初立法院还要成立一个新的信托 公益信托 这样一个法律 等于是说 刚才你说的 慈善基金会的监管是比较严格的 那绝大多数有钱人也都是成立慈善基金会 接受这个比较严格的监管的 但是为什么立法院当初要成立这样一个公益信托的法律 这个法律实际上是很宽松的 监管很宽松 等于是搞一个漏洞来给这些有钱人说 你可以不用做正常的慈善基金会 还要找公益信托来假装做慈善 实际上是可以避税和投资的 应该是说财团法人基金会这几年 是这几年才管理越来越严格 以前也没有到那么严格 但是王老大哥你问到一个非常重点 这也是卓越新闻讲的老师们当时有给我意见 他说你要回过源头去找 当时为什么 因为其实不是公益信托法 是一个叫做信托法 那当时在1994 95 96年 为什么要有信托法 因为那时候的就是法务部长 马英九还有更早之前的 他们一些法务部长和一些相关的人 认为说台湾的黑津问题太严重 所以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连结 相关阳光法案 就是你包括你去选立委 选县市长 你必须要去在监察院去公告你的一些财产的 一个相关的状况 那因为你要有财产公告相关状况 你势必要有一个信托的一个机制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拟定一个信托法 那拟定一个信托法 那就参考 据说台湾是参考日本的一个模式 有一个公益信托 那当然所有公益信托的最原始的源头 应该是英国 英国是最英美国家 他是最少采用这种所谓的公益信托的 那时候他们就列了一个法 而且我有找到 他们只开过一次公听会 针对这个信托法 当时台大的教授于雪明老师 他后来也是变成我们的大法官 然后还有政大的方嘉林老师教授 现在也是我们还在政大任职 这几个教授当时在公听会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警语 他们就说 所有的信托法 你要规范其他的那没问题 但针对公益信托这个章节部分 你根本没有管理 他说你要不然你就有个独立的机构 然后审查很严格 审查通过之后 那你就比较低阶的 就不用那么高密度管理 那要不然就是你要明定清楚 到底每年要做多少公益 然后到底他的组成是由谁来 就是对不对 有像财产法人基金会一样 有这样子的一个监督机制 所以当时包括于雪明教授 包括方嘉林老师 就已经去强调说 你如果不去修改这个部分的话 以后会变成一个大怪兽 所以我后来等到 因为那个是卓越新闻讲老师 叫我回源头去找 我源头去找的时候 我就不理解 其实当时的公听会 就已经有教授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警语 但是为什么当时的立法委员 完全没有把他们的 就好像有点情势 开了一个公听会 然后就通过了 所以这就 然后从1996年的施行以来 到我开始 就是去看这个调查报导 2016年 整整20年时间 没有人管过他 没有人管过他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提到的这十大公益信托 其实最早去成立公益信托的是 台塑集团 齐美 那这两个是老财团 那老财团 其实我这边也要帮他们说明一下 像齐美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其实是还蛮认真在做 有在做公益 其实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王长根公益信托 从2002年成立 然后2004年开始有捐款的资料 到最新我做到的2020年 他的整个捐款的脉络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绿色的是叫做捐给 就是真正需要帮助他人 这个颜色的是帮助自家 就是捐给自家人的产体 王永庆是在2008年的10月15号辞世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以前的时候 有没有 他捐给他人 就是捐给真正的是比较多的 他几乎很少捐给自己 而且其实他所谓的捐给自己 不是他们财团 不是他们家里的财团法人基金委 是捐给他们的学校 就是长根技术学院 而且他有去载明 他捐给长根技术学院一两千万 是为了给他们的原住民的学生 有一些奖助金 所以虽然他们有捐 感觉上 因为长根也是他们自己成立的 但事实上他真正的用途 还是用在学生身上 所以即使是他在 王永庆生前的这些捐款 是所谓的捐给自己相关团体 但事实上他还是有做那个 现在情况来了 王永庆刚提到2008年10月15号走掉 然后2009年开始 王雪红成立了 他自己成立了三个公益信托 他的相关的姐妹妈妈 也成立了两个公益信托 所以他们的家族 可以说是从2009年2011年 密集的成立了五个公益信托 然后你就会发现 原本这个捐费自家人还多的 从2011年开始 开始捐自家人了 自家人 自家人 就你从2014年开始 你没有发现 全部都捐给自家人 他变成只捐给自家人 当然他们的说法是说 虽然我们捐给自家人 可是我们自家人 还是有去用到公益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对 就回到汪浩大哥 你就有财团法人基金 你为什么还要成立公益信托 然后去承接你爸爸的捐款 然后这里就是 我把它给整理出来 公益信托王长根基金 应该是19年来 总共捐款26.4亿元 竟然有85% 捐给都是他们自己家族的 包括你看 二房成立的财团法人 中华姓旺爱 捐款 拿了捐款4.5亿元 包括财团法人 异象展望会 拿了2.8亿元 这是都是二房的 王桂云长女 再来包括公益信托大众 这是次女 2.2亿元 全恩基金会 这是王文祥 二房的小儿子 1.6亿元 然后他妈妈王洋娇 然后三房有一个 财团法人勤劳普世 基金会拿了4亿元 公益信托庆保 基金会拿了4亿元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不理解 你们现在是把这个 父亲先前成立的公益信托 当成是遗产分配吗 而且这个遗产分配 更棒的一点是 完全不用缴税 连遗产税都不用缴 而且每年还会生钱出来 所以这就回到一个东西是说 我其实也不苛责他们 因为法律有漏洞 所以就像刚刚石满老师说的 人有这样子沾漏洞 或者觉得可以省 但问题是在于 我们法律可以让他们这样继续下去吗 我觉得这台湾的 我来到台湾感觉 就是说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的 也是非常民主的 但是在法治上是有问题的一个社会了 就是说这个法治上 包括立法的 立法上就刚才讲的 碰到这种财团的话 蓝绿虽然会在立法院上互相丢出内脏 但是碰到财团的话 他们双方同时视而不见 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只要修法 把政治现金制度修改一下 日本就是说把所有的全部透明化 所有的全部就法治有一个上限的话 这个要改的话应该不难 而且全世界民主国家都经过这个过程 你拿过他们的立法过程修完 这马上就是能把政治和财阀的关系给清楚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当然是执法方面 就是执法和司法这个法院惩处都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财团的势力能够影响到的事情 这个怎样批除要做很多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人是非常喜欢做公益的 就是说包括日本的311地震的时候 这个在日本是最有名的全台湾 捐款的台湾的捐款一瞬间到了全世界第一 所以后来美国非常尴尬 因为美国的人口是台湾的十几倍 美国又是日本的帮 就是日美安保的最亲密的伙伴 然后台湾跟日本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所以后来据说好像是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 又加了一些 现在这个捐款的美国是第一 台湾是第二 因为美国如果被台湾超过了 美国太没有面子了 就是说这样的 但是说真的当时捐给日本那些311的钱 很多我认识都是一般的人 就是有的人可能把一个月薪水就捐出去了 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 像这些真的赚的都是几千亿几百亿的 这些人的话 他们是互相自己在捐给端去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持续下去 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公平正义 这个大家会造成一个对政府的不相信 对财阀的不相信 对整个台湾的社会都没有好处 但是这种事情 我觉得当然说台湾的媒体 当然像邀惠珍记者这样有独立的媒体 说说这种声音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应该司法 立法院的过程中 首先在立法院中 要早日把这个修法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像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 我觉得她是在金钱和财阀的关系 是历任总统中是最干净的 所以说在她的任期之中 我觉得这些事情真是希望有所做 而且台湾有一个全世界最不论不论的一个监察院 不知道天天做什么的 像这种社会有这么 如果他们免税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监察院 如果说立法院不动的话 监察院应该 这监察院非常有趣 他们不是成立 刚刚我跟他有调查报道吧 他就说信托法有速落 要赶快修 赶快修 然后我就说不是啊 那你要 你不能一直讲赶快修 他们就不修 他说但是我们监察院 不可以逾越立法院的立法权 所以我想说那废了吧 那你到底要 不理解 那可以立法委员不作为嘛 他也可以调查嘛 我觉得监察院首先 我来台湾两年多了 到现在也没看懂监察院的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像有这么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的话 如果社会的媒体没办法 因为台湾的媒体都很小嘛 得不得罪不起台法 那么立法院 每个立法委员都拿政治现金嘛 也是合法 大家都不愿意动的说 监察院是不是应该跳起来 这事情跳起来 我觉得如果要做的话 毕竟我觉得这种事情 大家看到不满 就跟刚才讲很多人免费支持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嘛 如果推不动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或者是蔡总统或者监察院 应该有所作为 事实上像前一阵子 我有请高嘉瑜委员帮我开了一个公听会 因为高嘉瑜委员毕竟是执政党的委员 所以他在开公听会之前 其实有询问过他们几个 自己执政党的委员 要不要一起来 没人来 所以后来是变成是 时代力量的秋显制委员 有来开一个公听会 那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做一个政治评论 那我斜杠名嘴的人生里面 我也会遇到很多的立法委员 我会问他说 委员啊 要不要来支持一下我们公议信托 没有消息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 黄国昌的说法是 他在最后一任的时候 他最后一年的时候 他跟王荣张委员曾经有讨论过 是把他拿出来直接进入二读 来讨论一下排入议程 结果他说 他从王荣张委员的表情看起来 应该是执政党的党团是不支持这个案子的 那2020年又重新改选了嘛 那就是说 事实上我问了很多一些学者专家 他们都跟我讲一句话 现在民进党是立法院最大的 民进党愿意的话 这案子马上就过了 那为什么拖到现在 那他就会又 意思是说 那如果都拖到现在 你觉得会过吗 那所以后来我们开始推连署嘛 其实真的目前为止 有三千多人来连署 然后你看那个连署 其实你又很感动 有什么自根农 退休老师 国防部的 然后甚至我们写的 这一些公司里面的人 都跳出来就是连署 然后里面会写加油 所以 我都觉得说 我不理解 反正就觉得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其实说像我们都没有 我自己没有小孩 那我的志工们也都没有小孩 那我们为什么要 去得罪人 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会牵涉到 未来台湾的一个 贫富差距 非常悬殊的一个问题所在 现在目前为止 如果说一般 领几十万的 年薪几十万的人 他要缴5%的税 那你几千亿的人 结果你可以不用缴税 那这些人 你知道他们可以 透过他们的公益信托 去买很多的 不动产 说都说 我是做什么金色 做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 但谁知道呢 所以你就变成是 如果一般人 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 就这个议题有点难 所以也许有些人 那关我什么事 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 对啊 就财团人家有本事 可是你要知道 一个国家税的部分 就是要去做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社会安全网络不足的地方 是要有民间的力量进来 你要不然你就缴税 让政府有更多的权 去补助这个社会安全网 不然的话你就去做慈善 不然我们现在台湾的 年轻人贫穷问题 住学贷款问题 一堆年轻人 至少大概有100万的大学生 是被贷款 他要还完他的学贷到30岁 30岁还完之后 他还有办法买房子吗 不可能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 贫穷的议题 那我会觉得就说 其实台湾是一个很不错的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 做好自己的工作 可以让台湾更好 事实上台湾整个就会更好 可是现在很显然是 因为财团的力量太大 他们影响到政治 影响到方方面面 为什么这个议题 在其他电视台 东森有给我三分钟时间 那其他为什么假装没看到 其他平面 为什么假装没看到 因为他统的是财团 财团会有预算 预算会下广告 那像以林玉玲 供应信用林玉基金 他买的是中家 中家是什么 是第四台 第四台什么 是定频 像华士要上52台 也是要经过第四台同意 所以就变成 他们的势力 是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很多媒体 会自然的精神 刚才你讲的台湾 一共这个慈善信托 大概1200亿 里面前十大 就占了1000亿 实际上第十大 已经规模不大了 只有9亿 那说明剩下来的250个信托 规模都很小 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为什么规模这么小 他还要去成立 这个公益信托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只有台硕的皇家 特别热衷于成立公益信托 台湾有钱人这么多 为什么很多人 也没有成立公益信托 或者他们成立的话 也是规模很小 但是另一方面 他有很多钱 是在做一般的慈善基金 应该是说 其实某一部分来讲 台塑集团王家 他们有点把公益信托 看成是一个锁股权的 两位创办人在活着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共识 不要给小孩太多的钱 然后他们会认为说 如果我把股权给小孩 或是给小孩太多的钱 这小孩子如果就卖掉股权 台塑集团就没有办法永续存在 他们的想法 其实一开始是有点类似 洛克菲勒家族 想要打造一个 就是永续经营的一个集团 台湾在那时候 没有所谓的闭锁型的 一个公司的设置 所以然后再加上 公益信托其实是可以结税的 所以那时候 就我所知 王永庆先生跟王永在 两兄弟就有规划 那这样好了 我们手上大概都有 三四%的台塑尔南亚台化的股权 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放在公益信托 那放在公益信托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这个公益可以继续做慈善 不会因为哪一天我们走了 就没有钱做慈善 因为他们所信托的资产 是台塑南亚台化 所以每年都会有现金鼓励进来的 那第二个 他又可以锁股权 因为就不可以被随便 没有继承人 所以就不可以随便被卖掉 所以他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台塑集团的股的经营权 比较巩固 不会被子孙败掉 他们的出发点其实是这样 那问题点是在于说 后来他们走了之后 他们的所谓的继承者 并没有真正去把这个慈善的部分 给落实下去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像台湾有很多的企业财团 也许他们的交棒布局 不是那一种股权绑在一起 然后永远 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蔡家富邦蔡家 他们就分掉了 他们就国泰蔡家 跟富邦蔡家就分掉了 那孤家也就分掉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 两位创办人觉得说 我们要弄一个 台湾版的洛克菲勒家族 我们希望这个企业 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他们其实出发点 是利益两善的 是后面的这个执行的部分 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 刚刚汪浩大哥提到一个 其实现在就我所知 有一些环保团体 因为现在台湾是这样 你的受托的单位必须是银行 他才有节税 所以有一些环保团体 他们也在争取修法 就是说有一些有钱人 我很喜欢这个三头 我很有钱 我可以像英国的 那个就是彼得兔的作家 胡区 我们都知道英国 那个写彼得兔的 那个女作家 女画童书的 他赚了非常多钱 但他也没有指示 他就把他所有的钱 去买了胡区 然后把他变成是说 一个环保的地方 然后胡区就可以收 所谓的观光的那一些 入场费 观光园区的费用 这个费用 就可以来维持 胡区的一个运作 那整个胡区 就会被勇士的保留下来 不会被开发掉 那英国有这样 在目前为止 台湾的信托法 就是说如果你的托管人 不是说不是银行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 所以台湾的这个环保部分 他们也在争取希望 那为什么很多 成立小小的 就我知道有的是一个 比如说我可能有几百万 那我可能就是 想要成立一个类似那种 学生可以奖住金 那我可能就拿了几百万 就成立 然后奖住金就出去 像这种都是 真心在做善事 这种我们当然就是 很鼓励他 那我会觉得 像财团的这一种 像你看 他们整个五大财团 到后来你的 不仅说你的资产 不断的膨胀 然后你的省税很多 你现金鼓励 竟然又那么多 最夸张的是 你还到处去乱买 去乱投资 就是你已经不是 真心要做公益了 那刚刚提到 台塑集团 其实跟其他 包括宏泰 宏达电 汉民比起来 台塑集团还算老实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所信托的资产 是上市公司 所以每年会有 现金鼓励进来 那如果以后 我们修法规定 跟财团法人一样 你每年收入 至少要有六到八成 是捐出去 一定要做符合 你这个相关的 那他至少还有 比如说他今年进来 现金鼓励十亿 我至少要出去 做六亿到八亿的慈赛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像宏泰 像宏达电 像汉民 他们信托的是 为上市贵公司的股票 所以他不会有 现金鼓励进来 他永远收入都是零 那如果在 就算你修法通过 他收入是零 那他就不用做公益 因为我没有收入 但是他算已经省了 所以这就是 就很夸张 其实你知道最有趣的 这我也要特别谢谢 其实台湾很多角落 有很多非常善良的人 像我在从2016年 我就缠上了一些 我们公务人员 那他们有的是 升官换单位 可是他们还是愿意给我意见 他比如说像我在做这一次 调查报导里面 甚至就有一个公务人员 还特别出来 帮我去看 关于税的部分的问题 然后他看完之后 他后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说 事实上我们之前也有讨论 是不是就把这个所谓的 公益群都比照我们一般人 比如说我今天收入100万 那我想要 我们知道我们扣底的是 20万 20%可以捐款扣掉 变成不纳税 可以免税 那我就 我一定要把这个20万捐给 真正捐出去做慈善的 我才能扣掉 我不可能说 我这个20万 我要 以后我会捐 然后我就放在某一个户头 但事实上这个户头 根本没有真正捐出去 然后政府还给我扣底这20万 不可能 可是现在公益信托可以 这就是所有 所以后来公务员 他有提到跟我讲说 他们曾经有建议过 是不是把它比照 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你到底做了多少公益 才可以省多少岁 但后来这个意见也没被采纳 好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很简单的说一下 自从你公布了这个调查报告 然后推动了公益修法 连署以后 这有一些进展 你觉得下一步要推动 立法院修法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 你想要这个法改成什么样 要改哪些东西 其实因为现在几乎都完全没有规范 所以现在为什么各公益信托 信托资产99%全部都是股票 这根本是控股中心的一个概念存在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这个部分在现在的行政院版本的修法草案里面 已经有规定 就是说你至少要50%是现金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好 没有关系 你之后成立的是50% 但是 你有没有塑及既往 现在这五大财团 十大公益信托 全部都是99% 如果你法律颁布之后 是规范以后的 那你现在现行的这些呢 你要不要逼它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你要塑及既往 你要把那一些 现在是进行的 就是它已经是99%都是股票的 你要卖掉啊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给你个option 你要不然就 公益信托 你就不要成立了 你缴多少税 你就全部缴掉 那没关系 那要不然你要继续成立公益信托 那你就至少要把这个 你现代的99%股票 慢慢慢慢慢慢 卖到符合新的法规标准 第二个 现在 行政院法务部所提出来的版本是 如果你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台塑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上市公司股票 你每年会有现金进来的 它就规定说 你每年的慈善支出比 必须占你总信托资产的2% 可是如果是像王雪红那一种 就是他根本就是 不会有现金进来 不会有收入进来这种 他就强制规定他 至少是5% 就是你的年度慈善支出 必须是你总信托资产的5% 我觉得其实应该就全部都5% 我们一般人都要缴最少5% 为什么他们 对不对 这不合理吗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这么少 那我是觉得应该都要5% 但就我所知这个门槛非常的难 因为很多人就去讲一些东西 第三个 我认为在财税这相关法规 其实也要修 为什么他成立公益信托300亿 他就可以马上省了60亿的税 你应该让他说 你这300亿里面 你真正出去多少 这才算吗 你就算说你每年 你300亿框在那边 然后你每年20亿 20亿20亿 那你就到时候再底 你这个300亿应该还是要先扣税 先缴税 那到时候你真正做公益出去了 你再扣底回来 再让你底税 怎么可以框一个钱在那边 然后你就全部都这样子 所以这几条是我认为比较重要 就是明定出我们的年度慈善支出比 必须是总信托资产的5% 然后你的法律通过要塑集既往 然后你的税法这个部分 也要一并的去改 那最后就是 真的非常谢谢所有这一路上 因为从一开始只是我一个人 然后从那个这个新新闻的 这个新新闻总编辑杨立姐 也要特别谢谢他 他根本听不懂什么是公益信托 然后只听到我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什么 他说好 然后就愿意这样子 那还有财讯的也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路上 真的是很多人的帮助 很多人在默默关注 然后尤其这一次汪浩大哥 竟然给我一小时时间 六年来第一次有一个节目 愿意给我一小时时间 所以我是希望透过这样子这一次节目 可以呼吁更多的人 上网seygai.tw 然后去或者是找我 Facebook找我的名字姚慧珍 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报道 你可以去上面去看 所有我们报道的东西 那最后其实我也要呼吁这五大财团 其实法律有漏洞 补起来没关系 可是不要再企图去用忽视 用诉讼 用各种方式来忽略人民的声音 其实人民要求的很简单 我们就是一个税负公平而已 好 谢谢 谢谢姚慧珍 谢谢 谢谢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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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